你有见过全身上下联动机构如此之多的变形金刚吗 而且它还是一只黑猩猩变的 赶紧来跟着组长一起瞧一瞧看一看 嗨大家好我是阿祖 今天我们来玩30的ELX系列 擎天盛 在外盒包装方面正面的形象是以一张擎天盛在丛林中挥拳的动作作为峰会 对于三菱家经典的开窗式设计得以保留 打开盒盖能够看到擎天盛的一张招牌pose 还透明开窗能够很直观的看到产品内容物 在盒子侧方没啥看头 一张实拍照配合上巨无霸的标志logo 来到盒子背面是它的几张pose照 还有它的两张替换脸型 OK那将擎天盛的所有内容物取出 就是眼前这个阵仗 它除了主体之外 还有一个地台支架 以及三对替换手型 两把长刀 两个替换面雕 那让我们先来看一下擎天盛的主体部分 擎天盛的全高约29厘米 它的重量约1060克 它的整体制作工艺还是按照了三菱一贯的传统 加注金属框架 也就是金属骨架 配合上外部的塑料件外甲 此次在外甲的表面 有着丰富的旧化涂装 在一些边边角角的位置 设置了些擦伤以及锈化的处理 真实度挺强 但在它的两只脚上 所呈现出来的似乎是 咱们的擎天盛 踩到了一坨泥土上一样 所以会跟上半身的自然旧化 有着鲜明的差别 具体为什么这样设计 我还是不太理解 因为咱们的地台上 也没有这些泥巴的呈现 所以这两只脚 看起来会格外的突兀 那除了这对脚的涂装 有点尴尬之外 它全身各处的机械细节 足够让你流连忘返 得益于机设的缘故 秦天盛 它外露的机械骨骼 非常丰富 像在颈部 背部 腹部 还有手臂 以及腿部 都展现了大面积的 裸露机械结构 看上去极其的写实 充满着机械魅力 胸口巨乌霸的标志 清晰可见 关于瘦化表皮 它采用的是PVC零件 带有一点韧性 在肩部 突出了皮肤的质地 在边缘位置 还强调了毛发的细节 也有着不错的层次感 所以它的手臂两侧的装甲上 表面所呈现出来的是 类似黑猩猩的真实皮肤纹理 而其他部位的外甲上 它的毛发表现 则会显得柔顺上很多 并没有那种炸裂的感觉 在这些毛发的表面 还有加入适当的自洗 来突出它的旧化感 与主体协调统一 在头部 它带有LED灯组 取下天灵盖 使用螺丝刀 解锁此处的螺丝 即可装入两节 AG13的扭扣电池 此时再来按动 中间的隔山零件 眼睛就被点亮了 擎天盛配有三张替换面雕 分别是口罩脸 露嘴唇的脸 还有一张星星样式的脸 对于这张星星样式的脸 我觉得还是挺陌生的 不知道屏幕前的各位 对于这一次的面雕呈现 满分5分 能够给几分呢 那在替换面雕方面 由于本次的三菱 它制作的非常的严丝合缝 所以我们在替换方面 还是有点难度的 我的建议是 将整个头先外拉 然后抵住它的下巴 往外扯 这样子就OK了 来看一下它的可动表现 头部的左右旋转有限 不过我们可以将 整个脖子往外移动 这样留出足够的空间来 左右旋转的角度会变大 同样在此状态下 左右侧摆的角度也是可以的 抬头 低头 抬头的最高可动范围 会被后方的高领所限制 在它的领子后方 内藏了一段活动关节 能够让整个领子向后移动 使得整个头部能够进行上台 肩部是蝴蝶关节 能够前后活动 它在胸部的侧方 还带有一段拉伸牵引的结构 并且在拉伸牵引后 后方的造型 也有着较为完整的一体性 此时我们将两条手臂 都来进行展开 这充满着机械美学的背部 真的是太哇塞了 那此时前方就能呈现出 猩猩一般会做的 含胸的姿势 它的肩甲为一块很厚的软胶件 能够上翻 整条手臂的正常360度旋转 是没有问题的 手臂的平举能够超过90度 大臂位置带有平转 手臂的弯曲为两段式 角度表现超过90度 并且在活动的同时 能够看到联动结构 手臂的外甲能够位移 内侧的装甲 也可以向外翻出一定活动空间 此处有一个卡槽 我们可以将双刀固定在里面 默认的是一对握拳造型手 产品中还提供了一对 五指开掌放松手 一对五指开掌的招架手 和一对握持手 腹部两侧的装甲 也都由球形关节固定 能够自由地活动 胸腰结合处 能够支持左右旋转 侧向摆动 弯腰关节除了上段 还有下面的腹部 乘两段式活动关节 腹部还会有内收的机械联动 这样能够使得晴天圣的肚子 在直立状态下是一个很挺阔的样子 那在弯曲的时候 也会有着自然形变的姿势 转到背面就更加不得了了 除了机械龙虾背之外 在底部还有四根液压杆 会产生联动 来模拟出真实的机械构造 此时仿佛每一个零件 都在为晴天圣进行工作 估计后备的这两块零件 也都有两根赛钢件连接 能够支持一定角度的让位 但在腹部 也提供了左右旋转的功能 所以可以连同胸腰结合处 完成很大弧度的左右旋转 在它的胯部采用的是一个下滑关节 我们在前踢的时候 它会自动活动到下方 来让整条腿 完成一个非常夸张的前踢效果 关节支撑性 大家不用担心 非常紧实 那在这个角度下 我们再来活动整条腿的后踢 也还不错 侧踢马上要接近90度了 不过此处需要切记的是 这个下滑关节 一定要下滑到底再来活动 如果是在上面正常位置活动的话 很有可能会发生 零件之间的寡蹭 那这时候掉漆啥的 就是必然性了 它屁股后方的遮羞布 这块毛发 也有着单独活动 而且是两段关节 大腿外甲 有着简单的可踪 整条腿可以平转 并且大腿位置还能够下拉 这个关节是我第一次见到 大腿关节还能够下拉 来增加它的可踪表现嘛 也就是说 我在这个角度踢不到人 突然脚变长了 我就踢到了 这你受得了吗 关于它的气息表现 首先活动小腿处 能够看到 此处的液压结构 完成了一个真实的活动轨迹 此时再来活动上段 又有两处液压杆进行了联动 哇 这感觉真的是太棒了 来到正面 也有一个液压杆 作为内部的细节点缀 到了整只脚呢 上段部分提供的是 整只脚的左右旋转 在中段部分提供的是 整只脚的上下活动 那在此处 前方的弹力液压杆 它是一个假的造型 上方是没有的 不过远看呢 也好像是在活动一样 到了后段部分 提供的是整只脚的左右侧板 这个侧向接地的效果 还行吧 前脚掌可以向上活动 此处能够留意到 它两侧的液压杆 又在发生联动了 莫利怪 这哥们全身上下 都是液压杆啊 简单玩了一下 擎天胜的主体 能够发现 它不仅有着非常还原的外观 在可动性方面 也没有妥协 并且还加入了 非常多的液压杆联动 每当你在活动的时候 周围的液压杆零部件 都会产生自然的联动反应 这效果可真的是太赞了 接着看到的是 擎天胜的武器部分 首先登场的是双刀 在刀刃部分 呈现出的是透明黄色 其他部位都是银色 它在顶部 会有两个孔洞 可以使用产品中附带的连接件 让它们组合在一起 形成双刀模式 就是这玩意儿插拔 真的是有点紧 我建议各位 可以在这个桩上面 抹一点凡事林 提供了一根铁链 两端可以连接在双刀的末尾 这样一来 两把双刀 就可以用这根铁链 将它们拴在一起了 最后是这两个赛钢的连接件 它的主要作用 是安插在星星背后的两个孔洞 将它们替换掉 所以这个玩意儿 可以固定咱们的双刀 将它安置在 擎天胜的背后 最后是它的动作指甲 这里会印有一个 变形金刚的logo 和三菱的logo OK那么总的玩意圈下来 三菱DLX的这款擎天胜 给我的感觉就是 它除了不能变形 和脚上莫名其妙的 泥巴涂装里外 都表现得非常出色 不仅有着还原的外观 并且对于内部的机械结构 会有得到一一呈现 并将它们 融入到真实的可动部分 使得每一个液压感 都仿佛在真实活动一般 这个体验就很不错 武器配件呢 也算是将 擎天胜的所有家当 全部呈现出来 反正要还原个剧中的造型 是没有任何压力 那不知道屏幕前的各位 感觉这一款擎天胜的表现如何呢 欢迎在弹幕或评论区 留言讨论 制作视频不易 还望能得到你的三连助力 我是爱分享玩具的神仙组长 我们下个视频见 超 感谢观看